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 你总是说话不算数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能去 就你不能去 小迪加我 我都怪我 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呢 可真够煽情的 爸爸 拖雷基亚 我劝你赶快离开 别逼我动手 废话少说 我希望了小迪加的奥特能量 还说不定入死水手呢 那我就把小迪加的能量拿回来 居然吸收了我的攻击 那就给你来得更厉害 你的光线攻击对我是没用的 因为我吸收了小迪加的能量 可以将你的攻击力转换吸收 很快光之国再无人是我的对手 去死吧迪加 现在你已经彻底没用了 爸爸 都怪我 要不是我任性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迪加哥哥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赶快带小迪加离开 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没想到卡米拉也来了 我这就送你们一家下去团聚 趁拖雷基亚不注意 卡米拉一拳打飞拖雷基亚 接着就是一招奥特攻击 但是拖雷基亚太强了 根本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 还是少费些力气吧 爸爸妈妈都怪我 没想到我会把你们害成这样 儿子 你能原谅爸爸一次吗 爸爸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陪你了 小迪加 别再生妈妈气了 爸爸妈妈走后 你要照顾好自己 爸爸妈妈 是我错了 都怪我太任性了 都怪我 都怪我 去下面团聚吧 哈哈哈哈 一个护盾突然挡住了拖雷基亚的攻击 小朋友们一起发送爱心能量 帮助一下他们吧 为什么会这样 是谁在保护他们 是谁 世光和爱的能量在保护我们 你永远也体会不到 儿子 收拾顽脱雷基亚后 爸爸带你们去吃鸡腿 爸爸 可不可以给我买杯可乐喝 喝什么可乐 妈妈刚才已经做好饭了 鸡腿改天再吃 听到了没 你们怎么不说话 你们两个给我回来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